安嘎木为平一共有十二幅基本等大小的长方形构图,左右各三,后平有六,后平一,二,六和右平中间,第二幅均为燕影图,均有跳舞舞,因此,乐器的核心作用是伴奏。 依据西安发现了北周安嘎木译文的提法,这四幅图分别是,乐舞图,燕影狩猎图,居家燕影舞蹈图,燕影舞蹈图。 这几幅图,与其他苏特人木杂图像相比,更多地表现了苏特人日常生活的场景,因此,可以将这种乐舞行为,理解为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。 安嘎木的乐舞图内容,只表现不同场合的燕影,第一幅乐器为琵琶与空猴,那人在帐下主人的两侧,都单腿搭在床边而盘坐,校舞者在正前方,似乎是主客之间的鱼顿。 第二幅是琵琶,空猴与树笛,西安发现的北周安阿牧,一文物判为空猴,树笛与火不思,是一个野外狩猎兮兮的场面,舞者为两个比例较小的人,奏乐者就在舞者左侧的栈子上坐奏,皆有管,与其他几幅画面中,乐人明显不同。 第三幅与第一幅类似,主人坐在帐下,但奏乐者在右侧站立,从前到后,依次为琵琶,空猴与排销。 第四幅是主人坐在蒙古包样帐篷里的栈上,舞者在前方,奏乐者在舞者左侧栈上跪坐,所持乐器从前到后,依次为戏标鼓,横笛与琵琶。 而安嘎木围形一共有。